2011年北京一家普通的摄影棚 一场在线历史的拍摄正在准备中 2011年8月8日 国家体育总局推出了 耗时一年完成的第九套广播体操 广播体操 这种中国特有的群众体育形式 延续着它60年的香火 难以想象的是 曾经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 每一代中国人的广播体操 前四套几乎已经失传 北京体育大学的师生们 凭借保存下来的挂图和唱片 费尽周折 终于把全部动作成功复原 今天他们将在摄影棚内重现历史 现在开始做第一套广播体操 四肢运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胸部运动 中国人曾经被称为东亚并富 1929年 中国有八千万经常性鸦片吸食者 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 140人的中国代表团 申报了近30个参赛项目 最终只有一名撑杆跳高选手进入复赛 1949年新中国成立 壮观的开国大顶之后 全中国开始投入到大规模的 恢复生产生活的工作热潮中来 尽管老百姓满怀热忱 干劲十足 但中央政府面对的是 人均寿命只有35岁 嬴有儿死亡率高达20%的国民体制 当时全民体育运动的开展 激进于零 专业运动队尚未组建 多数中国人根本不知道 体育二字的反应 1950年 一位叫杨烈的归国华侨 向中华体育总会筹委会 递交了一份报告 在报告中 他建议创编依靠全民健身操 在亲身赴苏联考察之后 杨烈找到了同事刘以珍 希望他能完成这项工作 刘以珍女士已于几年前去世 我们只能通过历史资料 来了解这位广播体操的初创人 创编第一套广播体操时的情况了 杨烈同事 他以后他在日本也念过书 日本体操学校 越南的华侨 后来他是参加革命到延安 他倡议的 以后他就找了我 在录音的时候 我们俩就在那找示范 那几回就看到我们的动作 拿着接拍器 这样来确定他的速度 正确不出现 现在开始做第一套广播体操 四肢运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当时编操的目的非常垂瘦 就是为了让普通人能有一种易开展的锻炼方式 因此第一套广播体操动作极为简单 二 三 四 四 五 五 六 七 动作简单 但运动量不可为不大 第一套的动作大开大合 无论上举 下均 转挺 拉伸 几乎都要做到极致 如果认真做下来 真的要气喊叙叙了 其中最具特色的便是这一节平均运动 这种锻炼平衡能力的动作 在以后的套路中再没有出现过 六 七 跳跃运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1951年11月 第一套广播体操正式颁布 听着音乐做操 在当时是一件新潮的事物 包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在内的全国40家广播电台 每天多次播出广播体操音乐 据北京 上海 广州 重庆等 13座城市的不完全统计 参加广播体操的人数 达到104.8万人 1952年 毛泽东为刚刚成立的 全国体育总会提词 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制 这无疑为当时体育运动的开展 掀起了势不可挡的浪潮 当中央和保主席 从老多人民的全身利益 和面大前途作业 已在此时 华站既有运动增加人民体制 并且确定 这是当地一行中有人之人物 广播体操作为最早的 全民健身运动之一 在短时间内风靡全国 第一套广播体操的推广 也是对当时文化水平较低的国人 一次体育文明的洗礼 现在的人们可能无法理解 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叫法 比如测评举 腹背运动等 对于当时大部分中国人来说 如同外语 广播体操成为了中国人 健身理念的启蒙者 人民体育出版社成立于1954年 每一套广播体操的相关出版物 都由这里出版发行 在前几套广播体操创编人员 多已过世的情况下 这里成为了保存广播体操历史资料 最丰富的地方 今年已经82岁的从明里 1957年进入人民体育出版社做编辑 退休之后 他又被出版社返聘了20多年 他完整经历了全部广播体操的创编 出版过程 是广播体操的国宝级人物 从明里已经经历了两次癌症治疗 每次病情稳定后 红杖的嗓门和准时上班的习惯 就回到了他身边 一上班可以倒立呢 倒立 考上倒立 耗倒立 现在不敢耗 怕血管 我是那个小师跑 到处跑 化疗很管用 一化疗就没 一不化疗就出来 出来以后不准跑了 跑脑里边咱们就白白了 我闪开了 我说我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 今天过了81了 明年82了 这个也够本 超过平均年 是吧 平均年80吧 没有 没有 那我过了 对于建国初期 中国人对体育的理解 聪明李至今印象深刻 你看当年 我刚来的时候 还编了一本叫做 《我热爱体育事业》 这本书 当年说明体育 很多人不认识它 不知道什么叫体育事业 蹦蹦跤跤就意味着 当时做操这个概念刚刚建立 即便是聪明李 起初也不太清楚 广播体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 国家公布第一套抄 我就折除了 我就学了 学了以后去教人了 教人以后我印象里边就有过 我过去也没听说过广播抄这个词 后来我才知道 这个是完全国家关心 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健康 而搞的一套东西 广播体操就这样一时激起千层浪 中国人锻炼身体的健康 什么也没有 民众的体制比较差 国家要关心 怎么办呢 去上班 就搞一套广播体操 用广播的办法 用政府号令 号令你做 引起它作为一个由头 启发大家喜欢体育 所以我觉得它是功德无量的 广播体操就这样一时激起千层浪 中国人锻炼身体的热情被点燃了 当时老百姓可是很新鲜呢 也可以说是慢慢慢慢成为疫情 当年我坐火车 火车车商里边 乘务员就领了我们做广播操 我说我很帮助别人就认过动作 至于广播体操名字的来历 1928年日本推出了一种全民健身操 每天伴随着广播进行 称为广播体操 很受日本人喜爱 但借鉴到中国后 由于日语的广播二字 和中文的辣椒发音接近 因此最初在中国 广播体操也被叫做辣椒操 而据说日本的广播体操 又是借鉴了美国水兵的一种锻炼方式 最初创造这种集体性很强的锻炼法的 居然是最讲错自由的美国人 而这项不经意的发明 居然会在其他地方纷纷销声匿迹后 在中国延续至今 第一套广播体操 推出三年后 1954年 第二套广播体操 诞生了 关于为什么要创编不同套路的广播体操 一个原因是随着苏联群众体操的更新而更替 另一个原因就是保持新鲜感 老百姓比较喜欢了 觉得好像做的时间长了 他就好像喜欢再深陷一点 就变了一套 这个编操的人也慢慢就有营业了 当时编的广播体操 拿了现在来讲是极简单 只是横平素质而已 说明那个时候的广大老百姓来讲 连人的正常的横平素质 因为有人反映第一套操 上肢运动太多 做久了胳膊会酸 因此第二套广播体操增加了下肢的动作数量 最为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 第二节下蹲运动 这一时期 惨烈的朝鲜战争结束 而新的世界大战的阴云似乎正在聚集 这一年周恩来在政务院会议上做了 为祖国锻炼身体的报告 强调了强健国人体魄的意义 一方面为建设社会主义 一方面为保家卫国 建国初期 中国学习了苏联的劳卫制制度 劳卫制全名叫准备劳动与保卫祖国体育制度 体操是其中一项内容 你要参加劳动 你要参加保卫祖国 你必定要有强健的身体 从哪几方面来得到这个 达到这个标准呢 他们有几个层次 比如说是力量方面 要有耐力 要有爆发力 比如耐力它就要长跑 比如一定的力量 佛冲啊引体向上啊这些 甚至还有推千球 这劳卫制里头就有徒手体操 这一项 准军事化的劳卫制的推行 无疑为中国的群众体育运动推波助澜 锻炼身体的意义被不断放大 第二套广播体操中 动作幅度最大的全身运动 反映了当时人们对锻炼身体 建设国家的充沛激情 全身运动 从这时起广播体操与军事化 集体主义等名词的联系 开始紧密并一直影响至今 今天每所学校的学生 无论是做操还是上体育课 都非常习惯地接受了 稍息力证 向前看齐这样的军事口令 1957年第三套广播体操 按照前两套间隔的规律 如期到来 人们发现这一套的动作 变化极大 1956年中苏关系产生裂痕 由于前两套广播体操 都借鉴了苏联的体操动作 这次为了突出民族化 创编组邀请一些武术家 参与动作设计 于是我们看到了 武术风味浓郁的马步 直踢腿 以及标志性的 公布立掌动作 第三套广播体操 第三套广播体操的动作 延续了锻炼身体 这一朴素的创编理念 没有过多的考虑 整齐一致性等因素 以至于像体回环运动 体侧区运动等 用现在的眼光看来 颇具前卫色彩 体回转运动 体回转运动 五 六 七 全新运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这一时期 中国的竞技体育 也掀起了第一波高潮 1959年 荣国团获得了中国 有史以来第一个世界冠军 1961年 在北京 新中国举办了第一个世界锦标赛 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一直到今天 乒乓球都是中国老百姓 最喜爱的体育运动之一 处处有球台 人人有球拍 建国十年左右 无论是竞技体育 还是大众体育 中国都开始了全面的复苏 从这时起 广播体操的对象人群逐渐清晰 尽管在农村地区也在大力推广 但推广者们发现 城市中有单位 利于集中的人群 是最适合开展广播体操的 广播操开始边 主要目的是 给这个机关干部来用的 然后怎么复案工作 是吧 这个好多机械兵也会有的 所以后来就专门 针对着这个 攻坚操来弄的 那么它是有一个工作 有一个单位的人 才可能这样出来做 这全国的农村地头 也推广 做不到 做不到 你要问他们 你们练过几套广播体操 不知道 没有 没有练过 大部分都是没有练过 对城市的 对有工作的 对在学校的 这一部分人来讲 他开始意识到 身体的重要了 当时人民日报 特意刊发了消息 第三套广播体操公布了 作者在对当年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 220名学员调查后 提交了一份 可能是最早的 广播体操锻炼效果报告 此时 推广过程中的各种问题 也显露出来 1954年 北京日报社的李宾生 画漫画 讽刺不重视攻坚操的人 而这些不做操的原因 和现在的几乎没什么差别 1957年 中央新颖拍摄的 体育简报 《攻坚操》 更是形象生动的 把不爱做操的各自人等 一一曝光 1962年 迄今为止 唯一一部 以广播体操为主题的电影上映了 这就是著名导演 谢进指导的 大理小理和老理 当中的很多桥段 至今让人津津乐道 一二三五七八二二三四五 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五六七八八ặt 四二三四五六七八八 这些宣传作品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人们 惰性的始终存在 而当时政府在运用各种力量 要求人们克服惰性 锻炼身体 1963年 中国刚刚结束三年困难时期 由于当事人大多已经离世 我们不能确定特殊时期之后 迅速恢复国民体制 凝聚国民力量 就是创编第四套广播体操的直接原因 但事实上第四套广播体操确实就在这特殊的年份被推出了 在吃饱饭与锻炼身体之间 人们当然选择前者 但对于国家的号召 人们还是尽最大努力的响应 最突出的是60年 我下方到安徽 安徽在努村劳动 那时候还要领着老百姓 到天天地头去做广播操 但实际效果是老百姓根本不做的 他吃饱饭 他做那操那干嘛 我说这个事 一号召以后做 都 全方便一来 开展这个东西 预备 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踢腿运动 由于政治浪潮风起云涌 广播体操的创编也受到了冲击 它结束了三年一更新的固定规律 整个60年代再没有新操推出 不过在当时 广播体操的影响力继续在全社会扩散 各行业各工程都有了专善攻坚操的需求 做操真正成为了全民运动 时光进入到那个特殊年代 要精益求精 千锤百炼 排除外来 去争取胜利 就是以群众体育为主宣传报道 经济体育是要的 比如说拍照片 我们就得到楼顶上拍去 衣服的 因为它是体委派下来的任务 敬请关注下一集 行走的广播体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